來關心一隻經營後面的消息 三個半月一名南豬在家紀市專門站 尤其超商的卡店 進入淘汰收金幾日內六萬多元的現金 因為商標過大引起站務員的主義 會當保存為保二座 立即保金打火精神 竟向雅虎喬店家要做好風車的工作 前夜三點五 家紀市專門站 也有九部份等到入客出席 一名南豬處理拿到一台筆記型電腦 這台電腦是由火車站幾台大家偷來 但是他並沒有馬上離開現場 竟在路上賺到沒人注意 走進專門站裡面的橋上 便車要開 現實的跡間以及卡電 競進收關在沒 他在這邊放 在這邊 那是手提電 他手上 已經在月台內 台鐵的一個檢票口 檢票口的那個辦公室裡面 也是攀爬七窗進去 他在看 他在看 他奇怪哪有聲 哪有聲 他注意說奇怪哪有聲 他怕他們走出來 所以他走過去看 走過去看 走過去看 確認一下 十五元在統治保傳人員之後 進入橋上查看 減款減減立即都出來走到 雖然比保傳人員跟十五元 還坐在地 嚇死在地 他這個都切得了 把那個錢幣金錢都切走 破壞以後很容易進去 這個超商也剛好那個保險櫃也沒有上手 所以很容易被偷走 這個東西 那也要呼籲說 在任何的我們的住家也好 我們的商店也好 對這房切措施一定要做好 以免漏為歹徒 竊賢下手的目標 因為超商來保險櫃沒有措施 憲環前簡單的位置 整體照代表新代表六萬多塊 副價值的政府政府基金 報警方來處理 將收金櫃六萬塊獲回來 星星新聞 蔡明東 各議市 蔡航